明显的这几天的天气就是比前几天要暖和很多 热了很多 所以身上的衣服不断在剪 当然我说的是在室外 家里面还没那么暖和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早晚的寒意呢 中断了上海入春的进城 不过白天的暖阳 让春天的味道日益的浓郁起来 此后的几天呢 上海是维持晴道多云的天气气温继续的回升 全天在7到18摄氏度之间 昼夜温差会进一步拉大 就是到晚上的时候还是会很凉 所以从目前的气象数据来看 上海在3月4号入春的可能性非常大 也就是昨天很可能是昨天入春了 下周的气温将会冲上二字头 6号开始最高气温可能会上二字头 当然了八日前后受一些低压波动的影响 会可能局部有雨 气温变化不大 总体在10到21度 那气象意义上的所谓入春应该就是连续多日达到10摄氏度以上 那看样子气象意义的春天已经到来 我们将在这样的春天里面叹花享受温暖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